大人不吃不喝已经一天了 我会出什么事吧 大人不会有事的 你我跟了大人这么多年 难道还不知道 大人心里想些什么吗 杨月儿犯了不赦之罪 死有余辜 但大人心里却始终难以平静 大人虽然 决暗刚果 饥饿如仇 其实他比你我 心里更难以承受 这赤裸裸的险恶人心 是啊 那他也不该拿自己的身子骨 去撒气啊 我去看看 我不厌或受查过两世不发 或不清临世 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 或定而不大 各已未致论 即凭厌状至罪 以出入者 再不自守绝举之力 其事状难明 定而失当者 仗以外 利人行人 一等可罪 人命关天之事啊 以后必须马上承报 不得有任何拖延 记住了啊 大人 大人怎么了 我去找点吃的 饿了 你都饿坏了吧 快来 刚做的 来吃点 你看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都是不行的 是是是 以后可不许拿自己的身子撒气了 好 你想啊 你就是饿坏了自己 也不可能让天下所有的人心都是向着善的呀 是是是 夫人说的是 再说了 天底下要是没有饿人的话 那你这个宋提醒不就负贤了吗 是 夫人说的是 夫人说的是 案子没破的时候啊 你是不会想到吃的 那现在案子破了 你就可以好好地过过嘴瘾了 是是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我 香吗 香香香 你看你真是 多吃点 好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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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啊 老二 老二 你在家吗 老二 叔婆 我来了 老二 叔婆 老二啊 缸里没水了 不不不 满着呢 满着呢 老二啊 以前你每天早起 今天日上三竿了 不见你动静 三叔婆怕你是不是病了 不放心才叫你的 老二啊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好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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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杀人了 杀人了 师父 好像有人在喊杀人 我长着耳朵呢 全村的人可都去了 那你怎么不去啊 杀人了 你倒去啊 师父 我其实就来啊 你小子 你还真去啊 不知道啊 哪儿啊 三心二意的 能学什么手艺啊 干活 那边那边 快那边 就在前面 快点 快点 还在前面啊 就在前面 走走走 快快 杀人了 狗儿 狗儿 师父 师父 什么事啊 是谁拿了咱们家 一把灭刀 没付钱呢 我没到注意 没看清楚 没看清楚 是少一把呀 师父 那边真的好像发生什么事了 那天塌下来也不关你什么事 去 把火家旺了 哦 快点 这 哪儿啊 哪儿啊 看在这儿 在那儿 这谁啊 好像不是咱毛猪屋的 既然是外村的人 他怎么会被杀死在我们毛猪屋呢 你说会是谁干的 该不会是毛猪屋的人吧 去去去 说什么 放屁 我们毛猪屋的人啊 连小偷小木的事都不干 怎么可能杀人呢 那是 可是 这死人躺在咱毛猪屋 这 这不是让咱毛猪屋的人背黑锅吗 不管是谁杀的人 不是尸体 就 横在我们毛猪屋 这得赶紧报案啊 大叔公说的对啊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咱们还是赶快报案吧 六爷 六爷啊 你 你是第一个发现的尸体 那就辛苦你进城跑一趟吧 好 我去 大家都听好了 我们毛猪屋啊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可是现在已经发生了 大家也就不必惊慌失措了 那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护好现场 在官府勘察之前呢 谁也不能走进这尸体三丈以内 好 否则就扰乱现场 我们可就说不清楚了 对对 说得是 是的 你去找几个人 把这围住 任何人都不能靠近这个尸首 不光是人哪 这牛羊猪狗的啊 也都不能够靠近 好 你放心好了 大伙回去吧 走吧 走 何人计国 葡萄大爷 有人要杀我呀 你要为我做主啊 要不然我可死定了 你看 你看 还有这都是被恶人打的 什么人如此大胆 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伤人 就是他们 怎么 来人哪 拿下 走 走 带进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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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大人 小的尚有八十老母 想要逮捕儿女 你可要为小的做主啊